宜蘭蓝阳女中的礼塘窗户布满了弹孔的痕迹 警方到场搜证之后 在窗户上算出了18个弹孔 现场找到了10颗钢珠以及4颗BB弹 由于发生时并没有民众或是学生募集 目前已经清查了周边的监视器画面 要将开枪的嫌犯尽速查起到岸 宜蘭蓝阳女中的礼塘墙面窗户布满弹孔 还有一片玻璃破了一个大洞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暑假返校的学生不知情 还以为是台风吹的 原来是因为礼塘正在进行整修 加上健康路侧的窗口 品尝试声不太会经过 7月30号路过民众发现窗户破裂 通知校方 校方隔天报警 经警方到场了解 发现窗户玻璃有数处破损 疑似遭BB枪至校外射击回首 警方借过通报初步调查 使用BB弹以及钢珠射击近30发 玻璃布满弹孔横击现场 发现多颗钢珠 警方查清18个弹孔 找到10颗钢珠和4颗BB弹 学校这边这阵子也没有收到 跟林里之间有什么样的投诉 警方已经积极调队监视器 寻找开枪险犯踪击 尽速查气道案 记者当凯婷已来报导